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时冷的天气稍微告一段落,明天,时日,冷气团减弱,空气转干,中南部将是多云到晴的好天气,民众可以把握机会开心出游。 气象局指出,明天白天以后,随着大陆冷气团减弱,水气也会明显减少,转为干冷天气形态。 近基隆北海岸,宜兰地区及中部以北山区仍有局部短暂雨,其余各地降雨缓和,将是多云到晴,可见阳光的好天气。 气温方面,明晨受到辐射冷却影响,局部地区仍可能出现12、13度的低温。 不过,白天阳光露脸后,回暖程度会比今天更明显,中南部高温约在24、25度,感觉温和舒适。 不过,冷气团减弱降雨减少,中南部空气品质不乐观,明天高平地区为红色警示,云嘉南则是橘色提醒,马祖金门也受到境外污染影响,呈现橘色提醒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